为了纪念西藏民族抗暴起义53周年 之前英国的西藏人权组织联合举办的西藏自由游行 要求英国及世界各地政府关注日益恶化的西藏人权问题 请看我们来自伦敦的报道 支持西藏人权的人士在伦敦和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同时举行游行 向西藏人民表示 53年后的今天世界没有忘记他们 伦敦市中心的游行开始之前 英国的西藏人权组织联合向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 吴宇卡麦隆首相针对西藏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发表公开声明 我认为世界必须在中国和在苏格兰的影响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人权权最惊弱的犯罪 而媒体不允许进入 而是时间为我们国家和政府更多 随后 人群从唐宁街首相府出发 途经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 摄政街 牛津街 最后抵达中共大使馆前集会 对于中共宣称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 对最近西藏发生的事情做了毫无根据的歪曲报道 自由西藏组织的主席布里格登表示 中共不准许独立调查员去西藏 本身就是害怕开放西藏 并让人们自由交流 据英国西藏人权组织称 中共目前在西藏实行戒严令 并封闭了与外界的联系 中共对外界宣传的西藏现状 没有被独立验证 毫无透明性和可信度 新唐人记者林松孙卫 英国伦敦采访报道